第十二页里面讲 这个右边的最后一行 文师修是佛子祈 故妻家乡是佛子祈 故医进出佛子祈 故忍现世佛子祈 他就是把什么叫做一个菩萨真正的行为 待人处事 从早到晚怎么相处 他就把它写成为三十七首祭送 所以每一个祭送的最后一个 都是他的努力的方向 再翻过来第十三页 请看第十三页 V二十六 琴护戒佛子祈 修安忍佛子祈 发精进佛子祈 修禅定佛子祈 修顺位佛子祈 这顺就是讲六度佛龙命 所以事实上这个祭送是可以用唱的 那音调就不难有空也可以连唱 唱歌也很好 唱了不要唱世间的明明之音歌 唱佛经的歌 你自己得到利益也会帮助别人 再看第十四页 十四页就是英文全部的翻译 从十四页到二十一页 二十一页 所以如果各位也有假如你华文比较差 念英文也没有功德 请看二十一页 四 佛子祈 三十七寿 科判总表是从二十一页到二十八页 请看幻灯页 科判有三种 一个是中国四川所拿起 看部翻译非常好 第一是中国智学法师 又称为宝吉祥意识所看的 这次我用的是智学法师的 所以西是中音对照的科判证表 科判是所有的补充架构 请看一下翻译片 补充资料 以佛子形的架构来讲 从最简单的一直到最深广的 请看第一个 在藏传佛教里叫做修心七要 这是讲义上没有的 第一个 修心它有七个重要的原则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 西藏朗日堂八尊整的修心八诵 它有八首祭诵 常常要去念 常常去思维 比如人家骂你的时候 哎呀 我要修人 路波罗密 所以这修心八诵也是每一天调伏自己的心 就像作用的一样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讲的 当初从修心七要 过大为修心八诵 再长一点的就是我们这次讲座的 西藏 除非三波人摸切佛死刑三十七诵 这是比较详尽的 在最详尽的呢 就是印度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 一共有十章 就是昨天供养大家的法宝 所以可见呢 它的架构可以很短 也可以变成很深 也可以变成详细 简单的讲 所有的东西会变成的就是修你的身 口 意 要让你的身清静 口清静 意念也要清静 意念很清静呢 这样不容易 所以要先从身跟口里面 修心七要跟修心八诵 还有佛子秦三十七诵 不但讲自己 还讲你跟别人怎样相处 虽然你自己很慈悲 那你都碰到别人呢 故意来害你 或是挑战你 甚至呢 来伤害你的时候 你怎样修 你的慈悲心 跟菩提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在二十一页 这是索达提刊部的翻译 二十一页 是索达提刊部翻译的科判 这个其中我用到的时候 会翻译来说 二十四页是宝吉祥论识 宝吉祥意识所翻译的 现在请看二十五页 中英对照科幻主要 注意 科幻就像你买一本书 你要看它的目录 你要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 请看 甲一迅分 二十五页 第十四行 迅分就像你的头 分二 甲二正中分分九 在二十五页 第二十行 就像你的身体 甲三流通分结型在哪里呢 看二十八页 第十七行 翻过来 二十八页 第十七行 这个叫做结分 也叫做流通分 英文叫做 concluding and dedication 所以它有续分正中分结分 闭上你的头身体还有我甲一样 这三个都很重要 注意听 我现在先讲科幻 科幻就是讲全部的重点 等到进入经文的时候 这些科幻我就不会解释 我就直接念而讲经文 所以从科幻里面 你可以看到全部的重点 甲一续分 再翻过来 二十五页 分二 引一 归敬送 二十五页 第十五页 归敬送 占领上师 以及你修的本尊 几二 就是说明 做这个送 祭送 它主要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那这个 兔美桑波仁波切呢 他当然是敬礼自己的上师 在西藏对老师是非常的尊重的 没有上师是不懂一切佛法 第二个 他的本尊呢 他修文书跟观音 所以观音跟文书是他的本尊 所以他也要占领 观音是以补杀的慈悲心 跟文书是力补杀的智慧 接下来再看讲二 正中分 可以分为九个 祭送从一到三十七页 分九个 请看幻灯片 以一到前基础 分六 第一手到第六页 第二 几二 几二是在二十六页 第五行 几二 你有一个基础 叫建皇子一样 你要先打地基 接下来呢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佛教徒呢 就看你有没有归一三宝 所以归一是很重要 你没有归一 动使你懂很多很多的佛经 是一个学者 你还是不是佛教徒 但是归一呢 要按照佛法身三宝 真的去做 但多人归了一呢 可是心里还是心呢 邪魔外道 那这样子的话 也不是真正的归一 接下来再看幻灯片 请三 好 几三叫做 叫做共下士道 弃恶向善 是第八首 几四 共中士道 燕雨求多 是第九首 吉古是上士道 入大乘之门 这个从第十首到第十三十首 好 请大家把几三三四 做一个记号 这叫做三士道 这个三士道 不但是中科法大师讲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就讲 讲下中上 所以一切的众生 都有分下中上 取一个例子 像一个老师 在上一门数学课 有些很聪明的小孩子 你教他一遍 他考试就不会了 有些要教一遍 两遍他懂 有些讲十遍 他还是不懂 然后老师问他 你到底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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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班上里面 也有最聪明的人 也有中等的人 也有下午 任何一行业都是这样 所以释迦牟尼佛威的讲经 也讲 所有的众生 你的发心有不一样 下世道的人简单的讲 就说 哎呀 这个世界太过了 对吧 对不对 我不要做二十 我好想做三十 可是将来还是会六道轮回的 继续在天上 人间 轮回的 中世道呢 那是像阿罗汉 对不对 他觉得这个轮回太苦 我要出这个轮回 好好休息 上世道是什么 我自己很苦啊 所有的众生都很苦 我要帮助他 这个就是菩萨道 是下中上 不单单是宗科巴大师 在菩提道次第广云有讲 事实上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在幽谷色戒经里面就讲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是佛弟子 注意听 我们是北传佛教的佛弟子 下世道跟中世道 也很重要 就像盖定基一样 你可不可能 一开始不盖定基 然后你就说 一买成 那一定是往下 所以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对我们都很重要 可是我们更应该 努力的学 大乘杀道 再看 几六 几六在哪里 翻开二十八页 第三卡 几六 你不管是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做一个佛弟子 要努力的克制自己 不可以做四种不好的事情 在几六有讲 几七 就是佛弟子应当努力的灭除你的烦恼 在二十八页第十行 佛弟子你为什么要学佛法 你就是心中烦恼很多 你苦恼很多 你的担忧很多 就像一个妈妈 担心小孩 对不对 常常很多母亲都会来找我 师父我孩子怎么办 师父我孩子怎么办 两半 跟他一起成长 对不对 你小时候管他很严 掐太紧了 你怕他死掉 现在他长大的 对不对 他懂电脑 懂手机 你怎么办 跟他一起做朋友 你放开心的时候 你怕他飞 你要跟他一起成长 那问题是什么 你心中的烦恼太多了 忧虑 牵挂 得失 计较 对不对 所以你来学习佛法 应该要调补你的烦恼 接下来 就以八 总观情文 观心立身 就全部的文章 简单的讲 他常常观自己的心 而且要发愿 往复一切众生 以九 就是结形 回向你所做的一切善根 在这个当中 还有更重要的 请看 翻回来 二十六页 第十二行 吉虎 上师打入大乘之门 是从第十首寄送 到第三十之中 才是讲大乘 那这些当中呢 有分四段 很抱歉 我要跟他 要不要抱歉 我的学生打字的时候呢 丙一 看幻灯片 丙一 发愿无敌心 分二 是V十到十一呢 这个漏打 事实上请各位 跳到三十四页 三十四页里面就有哦 不好意思 三十四页 第二十四行 丙一 发愿 我们看到 三十四页 二十一行 以五 上师道 入大乘之门 门四 丙一 二十四行 发愿 愿无敌心 分二 这边就有 请你把它 上去 五在 第二十六页 抱歉 下次我在英的时候 都会把它上去 再翻回来二十六页 再看 丙二 丙二 发愿无敌心 注意听 什么叫愿无敌心 愿就是一个目标跟理想 比如说你现在发愿 好 我要好好地工作 十年以后 我要在八干岛买一栋最漂亮的五层楼房子 很好啊 这个愿望很好 你总是有个人生有个努力目标 但是你坐在那边不工作 房子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 你会说 妈妈妈妈 对不对 你留点财产给我 他说哎呀 我还是留给我自己好了 也就是说 愿无敌心 什么叫愿无敌心 简单地说 就是一个目标跟理想 就像小朋友你发愿说 好 我这次呢 数学要考试 有100分 很好啊 但是你每天都打电动嘛 你都不看书 你怎么会呢 不可能考100分的 没有考0分 做不错了 所以愿是一个目标跟理想 推动你去努力 但是接下来要去实践 这叫做行无敌心 一个叫愿无敌心 一个叫行无敌心 请背起来 这是重要 愿就是一个目标跟理想 所以秉一 发愿无敌心 第二个 秉二 看一下 二十六页 第十四页 十五页 对不起 二十六页 第十五页 第二 不捨而愿无敌心 这里的愿无敌心 有六段 愿无敌心 就是说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绝对也不舍弃 有人发现说 好 我现在要建一栋房子 那可能努力过了一年以后 哎呀 这房子 太贵了 可能我建不起 但是会改变计划 那这样的话 你的房子还是买不成的 所以你发了愿以后 你不要碰到困难而放弃 你原来的目标 这叫不舍愿无敌心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 丙三 在二十五页 二十六页 第二十四页 丙三 远离五毒 五毒是我们的烦恼 贪嗔痴迈疑 我再举例子 我希望这次讲座 不要讲得太深 让你知道 虽然我讲义准备了非常详尽 但是我希望讲一些都是跟你生活上有关的 你今天听回去呢 就可以去想 所以我会举很多例子 跟大家分享 譬如说你现在发现你要去开始买房子 接下来你怎么办 赚钱 赚钱的时候你的态度要很好 你不能动不动了就跟老板吵架 不是老板换你 是你换老板 代表是你没有调服你的贪生失慢 你脾气不好的话 走到哪一家 你都没办法带人家 所以各位父母 很多父母都要教小孩 怎么办呢 教他做人 品德跟道德很重要 全世界科技都在进步 全世界呢 shopping mall 都一直在干 一直干 人类的物质欲望是越来越多 可是老师们是越来越少教做人的 只有到佛堂里面来才教你怎么做人 所以各位父母要花时间教你的孩子教什么做人 至于电脑手机电动你不懂没有关系 不懂你不会死啊 还是可以活啊 但是呢我觉得呢你要教你的孩子要有礼貌要有做人 很多人呢顾问都喜欢跟人家呢发生冲突 比方说我新加坡有位朋友他就很酷啊 他很喜欢周杰伦的 倒单倒就酷 有一次呢我生日生日的时候啊 我要来的时候我帮他庆生 我骑着摩托车 到一个cd店呢去跟小姐说小姐对不起 我想买cd 请问有没有卖周杰伦的 我说师傅你不是听阿密伯伯的吗 你怎么听周杰伦的呢 我说不哦 我是以补体心 我说我以慈悲心送给我一个小朋友 我的新加坡的朋友呢 他生日礼物 请问周杰伦他在哪里啊 他讲得多听啊 他说因为酷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不对 然后呢他有很多套 然后我就选了一套 我选到了 背景是在罗马拍的 因为我觉得他住新加坡 希望他能够去看不同国家 对不对 可是这个人是啊 他很聪明 不是什么东西都酷 为什么 酷来有什么用呢 你讲A 他就讲B 你讲B 他就讲C 怎么 他总是跟你做对的 对不对 青春八辟起 没办法 对不对 你讲A 他就能用B 变死了 你叫他向右 他就向左 你叫他向前 他就向后 酷没有用的 酷会失去很多朋友的 这是什么 自己没有调普自己的贪生吃的烦恼 所以各位父母要教哦 你不教的话他教他比你更酷啊 到老的时候 阿伯吃饭了 你不吃饭你还请他虐待呢 对不对 所以听好 好的孩子也是自己教出来的 不要总是说自己命苦 因为你自己不教自己的孩子 同样的我们学习活法 你也要调伏自己的贪生吃烦恼 没有学过之前脾气很坏 现在起码感一点点 进步一点 以前没有学过的时候心很乱 起码现在心慢慢来 不要急 以前没有学过之前很自私 现在起码慈悲心多一点点 这个就是佛法功德 这就是佛法的感应 感应跟神通不是说 你看到佛无上叫做感应 你要知道真正你的心 一天一天有菩提心 这是最大的感应 因为将来你会成佛哦 知道吗 所以在座的父母 除了学佛之外 要用心教你的小孩 你不要等到拼命赚钱赚钱 教我的 糟糕 有一天我的孩子变了不良少女 你要求我来佛无上 没有用的 你自己造成的嘛 你当时就不教你的孩子啊 不是佛无上不保佑你 而是你赚钱 你虽然得到钱 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同样的在座年轻的小朋友 也不要太酷 酷呢会没有朋友的 知道吗 所以要远离自己的虎毒烦恼 接下来翻过来 二十七月第十八号 愿补提心 刚才讲目标 你要买一栋房子 接下来碰到任何困难 你都不放弃 接下来你的脾气要很好 你才可以找到好的老板 接下来秉试 发行补提心 行补提心就去做 修六度万贺 那就要很认真工作啊 不懂的就要学啊 不要让你上班 老板回礼 贵不会做 这个不会 嫩不贵 这个不学 嫩不学 第二天就PT out 那你当然就赚不了钱了 对不对 所以行补提心就是要努力的去做 不断地去学习 不懂 请教别人 并不丢脸 同样 菩萨道 要学的法 很多很多 不懂 可以问 这是并不丢脸的 好 接下来再看 二十八 二十八月第十七号 结分分二 分为 锦一 其数 锦二 是谷皆违向 愿谷观音 这是图美桑波仁波切很慈悲地说 假如我在照这个敬颂当中 利益众生会有碰到一些困难的话 或做了一些错误呢 请能够包含这个叫其数 其二 就是呢 他发愿所有的人呢 将来都可以正如像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功德 好 接下来再看二十九页 今天我要讲快一点 因为我五天要把这本全部讲完 请看二十九页 二十九页正式开始介绍经文 就是请看国子型三十七宋的科判总表 跟多种版本对照经文出现的信息 第一个会出现的是以框框中英对照的科判整表 这是用框框的符号表示 第二个会出现的是佛子型三十七宋以四框的符号表示 这是索达及刊部翻译 接下来呢 他出现的呢 就是英文翻译 有些点有 你可以先看英文 再来看武汉文 接下来第四个就是会讲这个符 两个圆圈表示武汉文的记授 一个单圆圈表示现在白话翻译 这样子对读可以让你知道各有好处 所以我讲的部分是以正学法师的为主 其他的呢 你就自己看 好 请看第二十九页 第十三章 ナモロゲシャヤアヤ 其实这个呢 我现在念的是波波波 其实他正确的念应该是 ナモロゲシャバアヤ 其实就是禁礼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呢 他的英文叫 アハロギデシャバアモディサバア 本来的范围是这样 ロゲシャバアヤ 对 观世音菩萨他的范围 所以接下来他讲 禁礼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 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 所以讲一去分分二 品一归敬送 礼敬自己的上师跟本尊 好 请看 翻译点 藏传佛教里面 是所有的经论 一把早起来 他就要念藏文 就是要拜文殊菩萨 尤其呢 他的藏文叫 蒋佩尔顺努佛拉扯制度 这是藏文发音的 敬礼文殊师利妙从子 各位如果机会出武台山 你知道 文殊师利菩萨 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四大名山里面 释迦牟尼佛亲口嘴巴讲 东方有震丹佛 以印度来主 东方有震丹佛 齐山名曰清凉 齐有菩萨名曰文殊 教化一望菩萨会围绕 所以中国大陆四大名山里面 由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 暴生的大菩萨 是文殊生菩萨 就像普陀山观音菩萨 九华山是地藏菩萨 或峨眉山是普贤菩萨 那是他的化身 所以中国很有福报 四大名山有四个大菩萨 可是在西藏人里面 这四大名山他最喜欢去哪里 是武台山 所以在武台山里 你可以看到大乘的法师 也有西藏的巴马 因为文殊师利菩萨 是波日波罗密的老师 他是一切诸佛之师 所以西藏人每天 早上尤其是皇教 也不把他方便 就是文殊咒 希望你智慧每天都增长 最后向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拿智慧剑代表砍断你的环脑 所以这张参卡 是以黄色的文殊为主 这张参卡 好 请看 第二十九页 最后一行 二十六行 请看祭宋 为了节省时间 我先换一个 各位有讲音 尊见诸法无趣来 然为情形立众生 故于圣师其观音 愿恒三门做礼祭 这是普汉文 白话文翻译 请看三十一页第二 尊见 尊是指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这些大文殊 先看智觉法师的白话 翻译 我大概再解释 你们 你们这里的你们 是指的 这些文殊 武贤 观音大菩萨 虽然已经清见了诸法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的真相 注意 他有画一个中瓜五 中瓜五的意思是说 藏文里面没有 但是他为了中文语法 把它表达得清楚 所以这样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什么东西呢 等真相 所以这三个字 使他加进去的 这样听懂吗 以后各位 白话寄宋里面 凡是有中瓜五的部分 是翻译自己加上去 让你知道它比较通顺 这不会妨碍原来的经文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 却一味的精进的 不懈怠的 要利益众生 所以这里面说了几个重点 第一 圣人 是观世音菩萨 像文殊菩萨 他是已经正入到金刚经的 如来 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的 事实真相 我们盆众认为有来 有去 注意点 这一段很重要 来看 假如你们右手边 这边第一排 没久有 举手一下 举手啊 他坐在这位置 假如 那走方向 假如大家观想一下 他这样站起来 绕了一圈 然后跑到呢 这个黄先生录影的地方 对不对 坐下去 请问他有没有站起来 然后走过去啊 有没有 回答我 睡着了 有 对不对 好 这叫做有来也有去 好 可是现在呢 有一个硬工 站在这个外面 玻璃的外面 微作用他 不管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请问有没有离开这个佛塔 没有 答案对 你们很聪明哦 好 注意点 当我们讲 有来有去 是属地 所以说你今天呢 还从家里出来 到了佛塔来 平静 听闻听了以后 很欢喜 把喜充满 然后拜了佛菩萨 就回到家里 就睡觉了 所以你有没有来去啊 有 可是假如现在 有能搭的 Halikopter 直升飞机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弹岛上 你跑来跑去 你们跑 离开这个国家 没有 你还是在巴弹岛 所以你 从天空来讲 你无来也无来 不去 听懂吗 注意听 我知道大家喜欢你 阿弥陀佛陀 注意听 当我往生的时候也是这样 从飞旧要这边代表我们 说佛世界 假如黄先生那边 代表极乐世界 黄先生不错吧 你们那边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黄先生代表极乐世界 但你从这个世界呢 然后呢做十万亿佛陀 佛陀啊 到了极乐世界去 可是你才发现 假如在一个太空人 佛菩萨看 你有没有来去啊 没有 你整个还是在整个法界里面 知道吗 所以讲有来有去是是死的 讲无来无去呢 是讲圣乙的 这样听懂吗 好 不错不错 这一段很重要 因为佛经里面 不然有很多东西 你会讲 奇怪 我会不会跳个派皮 一会说有来有去 一会说无来无去 你会有没有讲错 不是 是讲的level 层次不一样 但观世音菩萨 他是无来无去的 但是他怎么度众生呢 师傅又说 现在有问题 他无来也无去 好 再举第二个例子 天上的月亮 食物的月亮 月亮呢 我们讲千江流水千江月 月亮在天空里面 可是假如现在 有人有拿一个水盆 或是一条河流 或是一个华丹岛旁边的 渡轮港口的大海 你就可以看到月亮 你会发现 你在新加坡 也看到同一个月亮 在台湾也看到同一个月亮 在印度尼西亚的同一个月亮 请问回答我 一个月亮 还是两个月亮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不错不错 恭喜我还是有错 答案是一个月亮 你们有错 讲一个月亮 是讲本体 在天空中 可是我问你 全世界有这么多个国家 他有没有看到水中的月亮呢 请问水中的月亮是一个 还是很多个 一个还是很多个 很多个 答一个的数学不及 对啊 很多啊 每一个国家都没有看到月亮 答案的月亮是很多个 那我问你 天上的月亮有没有掉下来 没有 对 换句话说千江流水千江月是呢 这个月啊 代表佛的暴身 法身是无相 看不到 但是呢 它倒影的时候 千江流水千江月 每一个河流 每一个水里面都有月影 这是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可以利益众生 知道吗 道理就是在这里 所以当你很紧急苦难 要发生车祸 念一声 那么大没关系 你不上 哇 你就命中救回来 这就像那月影一样 他不用 要跑一下 这里等一下 他是一唱那之间 他就救了你 道理就是这样 这叫千江流水千江月 再看这段经文 你们虽然已经清见了如法 无所从来 亦无所从去的真相 正是讲法身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是暴身跟化身 为了利益众生 却一味的惊奇不懈的 是广度众生 因此 对于具有这种特质的圣妙上师 像尊贵的十七十刚妈妈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西藏的达来达妈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以及呢 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多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像我们平民讲的 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印身 所以这些 不管是暴身 或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些都是观音的本体 我 这里的我当然是指 突美桑波仁波切 当然他的意思代表说 我几一切的众生 都要以清净的身口意呢 三门 永远不断地向诸佛菩萨行礼 好 请看广语篇 这个是佛亚寺的观世音菩萨 希望各位有机会去佛亚寺 我看到这些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表演没有 非常非常庄业 事实上它是东密的 六臂 六臂的如亦伦观音 他手上有拿一个魔力珠 有一个法文叫如亦伦观音 六臂代表父六道众生 六臂代表习六度波隆力 好 接下来再看第三十页 第十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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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亚寺的根源 要从究竟圆满的佛的决性里面出生 佛每一个人都 每一位众生都有福性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在无提树下成佛了 那他们是怎么成佛了呢 他们都是从修持殊胜的正法而得以出生的 所以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要快乐 快乐从哪里来 从觉悟来 快乐不是从兴奋来 很多人现在都行什么快乐 进去跳舞 Disco 跳了一跳 跳了三个闪 哎哟 腰子闪到了 闪到了 闪到了有没有没有 就按着我去交花钱 可是你觉得快乐 是没有绝对的 你知道吗 举一个例子 我们住在这边 还好 感谢常住有冷气 假如外地停电的话 那什么就很热啊 哇 你都说 哎哟 很热很热 我快要 差不多快要死掉了 哎哟 真的 这个空气这么不通啊 其实这时候你觉得热 不一定 我反过来讲 沙巴在找你们不是很喜欢去呢 这个按摩吗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觉得很热 你觉得不舒服 可是现在工作压力很大 到了周末 还故意要排一个appointment 到哪里呢 三温暖面 对不对 还有蒸气室里面 然后进了去衣服脱光了 哎哟 越热越舒服 对不对 越热越健康啊 是不是呢 可是你在过头很热的时候 你觉得很不舒服 请问你跑到三温暖院的时候 当然要健康的三温暖 不要乱七八糟的三温暖 那你呢 去泡三温暖的时候 你还泡温泉的时候 要说好热好热好舒服 所以你要越热越粗快越健康 可见热没有绝对好和不好吧 你还要花钱呢 对不对 所以可见快乐它是没有绝对的 快乐是以你的感受 不同的环境 所以中国古人有句话 心静自然凉啊 当然呢 反弹岛跟新加坡的连友呢 好 都有建筑 像我们台湾 希望你不要介意 多说解 我们台湾都会建很多窗户 窗户空气流动很重要 里面要放绿色的植物 这样子呢 才身体会健康 假如你弄官的秘密的话 每天吹冷气 其实冷气吹太多是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 第一个 快乐没有绝对的标准 其实心清静才是最快乐的 接下来这里讲的圆满觉 快乐从哪里来 真正的觉悟来 那觉悟从哪里来 再往前推 它是学习正法佛法 你不会每天能做 杀到银王酒 吃到嫖赌 你会很快乐 你不快乐的 你杀了别人 你让他想别糟糕了 半夜呢 会不会幽灵界众生又来找我 对不对 所以 佛陀的觉悟是从修持正法 而得以出身的 接下来讲的 另外 我想要修持正法 又必须靠着了解那实修的方法 你刚刚在那边 实修的方法是很重要 我们以下要讲的三十七所 三十七个 佛子行三十七所 就是让你真正实修的方法 修什么 修你的心 再讲一遍 以下讲的实修的方法 就是修你的心 因为你有很多错误的想法 所以让你很透明 因为你常常自己跟自己打仗 然后给自己发了压力 所以因此以下我 突美桑多尔伯切要讲一讲 佛子行 也就是菩萨行 所应该实践的内容 所以在奋斗片里面呢 我会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 提醒你什么是重点 接下来请看 甲二正分分九 三十页第十九行 祭送从第一手到第三十七 请看其一道前基础 学佛注意听 不管是上士道 中士道 上士道 重视我们修大宗谷萨道 我们北传大宗谷教 不管是中国或是印度尼西 很多年有修大宗谷法 可是基础很重要 请看基础里面有分六个 丙一 狭满意满 狭满意大 狭满意大 请看一下英文 the difficulty of attending a precious life with freedom and fortune 就是说要得到一个自由 而且幸运的珍贵人生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这叫狭满意大 因为这是古汉文 有一点难懂 请看祭送第一首 在三十页的第三十一行 此生性的狭满船 虚度自他出游海 故因昼夜无散度 散乱跟懒惰 闻思修士佛子行 看下面的解释 狭满的人生的大船 是非常难得到的 在这有幸获得领人生的时候 为了要设法 让自己跟别人 都能够度过轮回的大海 因此我们应该 昼夜没有散乱的 无所懈怠的要 听闻思维实修佛法 这一点是佛子行第一个要做的 请看幻生片 我又写 听闻思维实修 把这三个字画起来 叫闻思修 听闻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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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听 从善知识听 思维仿义 还有要去实修 所以你问我 师父讲了这么多这么多 南传北传藏传的所有的佛法 可不可以讲短一点 就三个字 闻思修 姐妹讲 就是三个字 听闻思维跟实修佛法 在这里呢 讲到 请看一下 这个记者 我希望能够多帮助大家理解 所以我找了很多半端片 我每天都半端做到两三点 可是我很高兴 你看 此生性的霞满船 为什么叫霞满船 我们的人生 你要知道 得到这道船很难 就像大海 我知道 我尽量用这个国家做回忆 因为印度密西亚都有很多国的岛 听说有泥关 一个岛 一个礼拜 绕一圈要三十年 那你想 岛跟岛之间怎么过去 做船吗 第二 可以游泳 不被理由技术很好 对 还有有些呢 做直升飞机 这个船是比喻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得人生 很难很难 各位 各位 我们过去都有修行过 我们过去也是佛弟子 在佛经里面 行啊 要得为人生 很难很难 难到什么呢 释迦牟尼波曾经比喻说 有一个人在虚名山拿一个线 这样往下垂 然后有个老人家在山底下拿一个针 然后那个线这样垂下来 没有弯过去 刚好穿过那个整理 那机力就很低 第二个比喻是有一个乌龟 在大海里 它乌龟是瞎了眼睛的 它在大海里游呦呦呦呦呦 那你知道乌龟呢 它总是要呼吸啊 有时候头会跑出来 呼吸一下 赶好呢再沉下去 继续游 现在大海里面有一个木头 木头里面有个圆圈是空的 这个乌龟呢 在游呦呦呦呦呦呦的 因为它是瞎眼睛的 所以它不知道什么 所以它突然呢 它想要呼吸 就跑出来 再沉下去 比你中马票还难啊 这是真话 比你闪电啊 打到你啊 都还很难 换句话说 你这辈子当了人啊 来辈子会不会做人啊 你努力 要想一想 你来辈子要做人呢 你必须第一个 不要造恶业 第二个 要帮助众生 简单的再讲 五戒十善 杀到一望九 起码你要考五十分 你考四十分的话 读 我就变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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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所以可见要得到一个人啊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佛教是不允许自杀的 因为自杀是违反业力 自杀以后是自杀更苦 假如你有亲朋好友不幸呢 遇到很苦的话 其实你跟他讲 你不要自杀 因为自杀 如果真的解决的话 那自杀 我会允许的 但事实的真相是 自杀以后是受恶业报 他更苦的 所以佛告诉我们生命是很尊贵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在全世界这么多十六亿人口里面 不见得每一个人听到佛法 得人生是很难等 起码也不当动物 对不对 有时候我看到一只动物啊 一起连敏心 一只狗跟猫 我会为他皈依 皈依我 皈依法 为什么呢 一只狗啊 它们一点就是吃啊 睡啊 吃跟睡 没有人有没有看过 有人跑到狗面前来 诶 你嫌喜愿品 请你帮我捏一捏 没有人这样做吧 诶 狗也看不懂 所以可见呢 当畜生啊 他没办法休息 只有当人才可以休息 那人当中里面呢 全世界有这么多人 也不见得每一个人 都是遇到真正的佛法 所以这里讲啊 人生宝 侠晚生 注意听 不是只有人 人已经是很难得的 第二个 要人当中要听到佛法 第三个 听到佛法 还要归一佛法 你才叫做人生宝 就像这个幻灯片里面说 此生性的狭马船 你要 你当然人没有用啊 比如说你都是人啊 你可能在河旁边啊 海旁边到处玩啊 第二个 你要认识佛法 才在盲盲的大海里面 找到一个正确的船 第三 如果你不上去的话 船还是不会动的 你要跳上去 所以要自己划 才能从这一案到另外一看 注意听 所以人生宝有三个条件 第一 要得到人的生命 第二 要听闻佛法 第三 要唯一三宝 以后 你才叫做人生是好 好 请看这张 这张是净土中不太清楚 因为我在一个壁画拍的 虚度自他出有海 在你看到的幻灯片里面 这是按照 净土中的观五亮寿佛经 左边的佛 幻光来照明 是谁 阿弥陀佛 右边这个佛呢 是释迦摩尼佛 告诉你 所有的众生很苦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注意 阿弥陀佛来接你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是桥 上面有很多很多火 代表三界之火 那右边呢 释迦摩尼佛旁边 有很多冤亲在主 一些动物啊 就是要冤亲在主 不希望你跑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意思呢 就是观五亮寿佛经说 假如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好像呢 现在我要从这一案到那一案 什么路都没有 只有一条桥 而且桥上面还着火 阿弥陀佛告诉你 快点过来 快点过来 快点 你还犹豫 不要犹豫 你就是跑过去 也不跑过去跑回看 哎呀 很多的冤亲在主啊 牛头马面啊 就准备抓你 释迦摩尼佛讲 相信我的话 相信我的话 赶快去 阿弥陀佛在前面接 释迦摩尼佛在面面手 这叫虚度自他出有海 这是按照观五亮寿佛经话 这是我在台湾 一个寺庙拍的 日本寺庙拍的 画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是很有意义 就是说 你要供自己 跟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出离 生死亏为的大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好 一艘船 看给刚才一张翻那篇 一艘船 最多只做几个人 一个 两个 最多四个嘛 对不对 好 再注意听 下士道 中士道 上士道的人呢 就是 哎 管他我一个人划船 中士道的人 看 赶快哦 爸爸妈妈 来 你跟我有 上士道的是呢 做新加坡的渡文 可以上一千人 通通一起上船 这样听懂吗 所以 上士道 中士道 上士道 是以他的心量 来判断的 当然阿弥陀佛的 弥陀佛大怨船 是可以过很多人 很多人去极乐世界的 好 接下来再看第二首 三十一页 翻过来 三十一页 第十行 第二首 贪爱清方 如水斗 称恨 对不起 称正 称正 愿方 是我然 忘取 舍吃 聚暗明 弃省家乡 扶子行 这个意思是说 先看下面的白话解释 身处在家乡 他对三种人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 对于你的亲人 贪爱就像水一样 波涛汹涌 让人家心里崩坏 情绪很难 这个平息 这是对你的亲人 举方说 现在 年轻人他在青春发育 看到了 女生 他就 哭哭哭哭跳 看到了男生 他就哭哭哭哭跳 说我爱你 永远爱你 谁知道 心会变得 可是亲人跟亲人之间 是过去有善缘 所以 家人 我们讲 冤亲 亲人 亲人 是最难度 因为亲人是你的业力 跟选人的关系 待会会解释 这段经文是这样 接下来 而第二类 对于怨花 怨恨的人 你最讨厌的 不是冤家不去 比如说 在公司号号里面 坐在那边 对不对 最讨厌的小姐 坐在里面 每天大眼 奔小脸 斗鸡眼 事情那么大 为什么他在 把大人找跟你统个办公室 因为他跟你很有缘 可是呢 你的恶比较多 这叫做 而对于怨花 这个称心 恨呢就是死子的 恨 憤恨心 就像火烧一样 坐立不安 让人家焦躲不安 坐过男女 这是第二类的 第一类是亲人 记起来 第二类是怨花 第三种呢 跟你没什么关系的 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在经文讲 在记 请看三十一页 第十三号 在记不贪 也不撑 也不娶 也不娶 跟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比方说呢 走在路上的陌生人 对不对 你走过去 他突然看你一眼 就走过去了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 跟你比较没有缘的人 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的时候 但是呢 忘失了你有所为 跟有所不为的 取舍原则的时候 取舍就是得失心很强的 愚痴心的时候 结果啊 你又掉落在了 无明跟黑暗的特质里面 所以 由此能见 我们应该抛弃容易引起我们 三毒烦恼 互相清理 有关这一点 是否子们 应该好好去思维跟实践的 这一段呢 是对在家居士说 也对出家众说 出家为什么要剃头 头发代表烦恼跟怨 出家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就是要离开你最贪爱的人 在家居士 夫妻是有缘的人 我们讲夫妻同是同灵两 我们在这个 台语里面讲很臭味 知道吗 牵手的 有没有 牵手的 对不对 夫妻呀 手牵手啊 对不对 很臭味 然后呢 这个美南话里面有 猛幼的 猛痴的 对不对 加减痒啊 加减痴 胃啊 所以在台语里面有些文化 所以意思是说 你家人你现在会来偷胎做夫妻啊 也是过去的 不但这个缘之外 其实啊 你啊 世世世世有缘 其实有缘也有亲 不要认为孩子都是来 所以冤亲在此不一定 有些孩子是来偷胎的 是善缘来偷胎 那比如说 像我妈妈都不生我 那我怎么来偷胎呢 那你们就听不到 佛子行三十七宗啊 所以孩子跟家人来偷胎 有善缘也有恶缘 所以看下面的幻灯片 补充资料 修平等的心很重要 我先把它翻出来 可以你知道吗 这是我要补充的 这一段要讲修平等心 第一个 亲人是有善缘的 可是这善缘里面 也不一定是纯善 有时候夫妻呢 我爱你 你爱你 对不对 有时候 你跟他妈妈 不是会这样讲修平 对不对 偷胎大妈的时候呢 骂的语度都很读的 但你想 那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有人我问他 我说对不起 师父因为我那时候 头昏昏就结婚了吗 那你说起来起来 你结了婚 头不要呢 不要那么昏昏 头脑要清楚一点吗 对不对 夫妻之间有缘 共同学佛是很好 但是假如没有学佛的人 其实亲人在一起 是很麻烦 Family gallery 整家要出去 对不对 我看过有些家人 很好的对不对 出去很快乐 有些一出去旅行 整家了就开始吵架 从头吵到尾 那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亲人里面有善缘也有恶缘 不会存善也不会存恶 但最后你要思维 为什么他会做我的亲人 因为我跟他有缘 我过去不但是今生有缘 情意识有缘 很多很多事很多事都有缘 释迦摩尼佛家的阿南尊者 在整个摩登前几 五百事都是夫妻 在天上的时候 当归人也是夫妻 当鸟的时候 吹吹吹吹吹 那是颈备 还是夫妻 当狗的时候 不不不不 两个也是夫妻 所以当当人看到的时候 他就不不不不 还好释迦摩尼佛把他救回来 不然他就获解了 所以人跟人之间一定有善缘 也有恶缘 但是你要去思维 善缘跟恶缘都会变的 你说你跟你先生很好 下个月他没工作的时候 搞不好他也会对你发挥气 所以你对人家好是对的 可是人家对你好不好 也是会变的 善缘跟恶缘都会变的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要修平等心事 一般人 我们对自己的家人 可以比较好 因为你的家人 所以作为先生 会照顾太太小孩 可是看到左右邻居的时候 会管他的 那又不是我的娃娃 对不对 你看你的开始分了 可是这样不对 规逼 就是因为你这样分 所以你永远是反复 可是大黑关心 是看一切的众生 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你要学 把你的心量 由一个家人 开始变两家 三家 四家 越来越多家 这个才叫做平等心 这一段要开始练习 回去开始练习 下次遇到家人 不管对我喊 就要很好 平等心 平等心 所以 五千十大院里面讲 第一个 礼敬诸佛 就是修平等心 为什么要修平等心呢 你的心量才会广大一边 第二类开始要练习的就是 对于有恶缘的看幻灵片 有恶缘的我很讨厌 比如说小朋友 在学校 动不动的学生 就会听你讲 我好讨厌 他每次都在讨 其实你跟他最有缘 你忘记了 为什么你玩的时候很高兴 吵架的时候 两个就翻脸 对不对 再来 你在公司里面 奇怪 公司里面就有个主管 那个小脚很讨厌 每一次都是说我的坏话 其实我跟你讲 他多生多解就是你家人 你不晓得 主师父你真的这样说吗 的确是 不然 全世界这么大 他不会投胎那边 同一个国家 他会跟你同一个公司 知道吗 像South Africa 非洲的人就不知道 是一些心理法师 所以为什么 你会看到我是欢喜心 我跟你有欢喜心 会看到在一个佛堂 一起听经文法 其实多生多解 那我女人 只是你忘记 好 那现在要想 恶员 比如恶人 讨厌的人 或是敌人 方法伤害你的人 或是在你左邻右舍呢 最讨厌的那个邻居 其实啊 世界这么大 为什么刚好就搬到座民旁边的邻居啊 其实他是你家人 你忘记了 你不相信 你也不承认 你也不接受 可是修菩萨道的人 要想 哎呀 其实隔壁的也是我的家人 那你会说 哎呀 他们你讨厌我啊 每天啊 就是呢 讲我的坏话啊 讲我的八卦 还讲我的丑闻啊 对不对 还能在老板面前呢 讲我的坏话 你要去想 那他还没有杀掉你啊 你要包容他 他讲话 对你不好 那可能也是你坏 伤害过他 这也叫做佛定子 知道吗 学佛是在这个地方 心里面讲 去修行 你不要像世俗人讲 有什么样子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不好 总之吵吧 我讲你就是反应过来 你就是继续轮回来 但是你要学菩萨呢 你要开始对 对哪里 对家人的好 转过来 开始对那个最讨厌的女人 对他好一点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公司行告里面 一个小姐 最讨厌的女人 你就知道他没有缘 每一次他都在故意的 制造很多麻烦 那你就心里要想 Tips smiling 先跟他讲 Hello Good morning 他就问你走过去 不管他 没关系 那你细心没 倒杯咖啡给他喝吗 对不对 你要问他 你要不要茶 要真心对他 不是假心 这样慢慢的会感动他 对不对 你就是跟他没有缘 所以你更应该要跟他结善缘 听懂吗 就是你跟他没有缘 所以你跟他跟他结善缘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商业精神也遇到这样 商业精神也是来自很多地方 我讲故事就好 不要讲 我就遇到一个男众 一个女众 一个A一个一个B 两个就没有缘 我叫A主跟他讲话 他不要 叫B跟他讲话 我不要 两个都不要 有一天我骂了一个学生 我说五口口心心 都在修补下情 你根本没有慈悲心 对不对 他说 是不是我就跟他没有缘 对不对 他每次都要讲我坏话 我说错了 他就是跟你太有缘了 才会两个不在一起 世界这么大 结果你知道吗 我真的逼我的学生说 你平常都会买蛋糕供养水果 你平常都会买蛋糕供养水果 你为什么就是不买给他呢 他说我就是不买给他 我说错 我就是要你去买给他 我说错 你把我当吃过的话 你就是要去修 这就是你的菩提心 这就是你的佛指使 心不感情不厌的去买个蛋糕 是 是 师兄 好好照顾自己啊 这个朋友 那个师兄都看到了 咦 那最讨厌我的人 他会把蛋糕给我 好夹喔 可是蛋糕还是吃下去 结果呢 他第二天呢 他想 奇怪他对我很好啊 他没有不会对我 今天脑筋怪到对我好呢 后来呢他很感动 过去呢 他看到另外一个师姐呢 因为一个是男咒给女咒 A是男女咒 B是男咒 然后他突然就想 哎呀来我们金色多音功很奇怪 他带了一罐呢 他那果汁放给他 师姐这送给你啊 然后下面 别讲啊 哎 就想了 开始讲话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平等心 听到 师叔老师写下 以后将你不肚定 你不要认为没有缘 全世界人在这边啊 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会抓有缘的人 其实你啊 没有神通 你做真正正务的时候 你才看到 原来所有人都跟我有缘 都当过我的爸爸 妈妈 兄弟 姐妹 表哥 表姐 阿姨 舅舅 姑妈 姑婆 都对我很好过 可是我都忘记了 这个才叫真正的平体心 这个才叫真正的平等心 看 第三类 无缘者 会在巴探岛走来 shopping mall 走过去 有些人走过去 像年轻人 就好酷 嗯 就这样 对 你看到人呢 起码hello嘛 这个部分听好 我觉得外国人比我们花人好 外国人都会讲 How are you? Hello How are you?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都 你不要靠我 你不要靠我 对不对 外国人这方面 他比我们好 这我们要学习 所以外国人他比较友善 很多很多的 国际友谊 国际友谊 我们中国人呢 你要知道走在路上 听好 有时候走在路上 不晓得 谁都不认识谁 举一个例子 做一个所谓的 前几天 2008年 对不对 不管新加坡 全世界都是在倒数计时 每个都市都在有跨离晚会 你在一个都市里会遇到 会走在路上 虽然不认识 其实是有缘的 你应该也欢喜心慈悲心 跟他打招呼 Hello 你好吗 我宣伙以后 你也就改变很多人 好 所以外国人这方面呢 看到别人要保护众生 要结善 我们常讲未成活 要保护众生 你如果不结缘的话 是不能顾众生的 所以无缘的人 你要想 绝对也有缘 没有缘呢 你是不会在路上一起走 不会碰到的 但是很注意 你碰到他的时候 你用什么心 是跟他结善缘多呢 还是恶缘多呢 还是根本不结缘 两个就酷一酷 这样子过去 注意听 举一个故事 佛在世的时候 佛要顾成东劳 佛就要顾了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连释迦牟尼佛是一尊佛 他都顾不了 没有人的城东劳务 就是呢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这个城里面 东边有个老母亲 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脱过 所有神通呢 他想顾他 结果他去见 他就不一样脱过 然后呢 那个老母亲看到他呢 一不关系 就脱着走过去 结果呢 后来呢 佛就跟着他 跟着他以后 那老母亲就用跑 那佛在家后面 结果他用跑的 一个跑 结果一个跑 一个走的 然后老母亲就跑到自己的家 把门关起来了 佛呢 就出阴声跟他讲话 他把耳朵塞起来 最后佛神通啊 把他的房屋啊 变成透明的 他看到了 他把眼睛震死了 佛就说 众女学很难度 因为我跟他没有缘 你看尊贵的释迦牟尼佛这样 这后来回来以后 佛就思维 谁跟他有缘呢 佛就入定 他来观察 无量节呢 阿难尊者 他的弟子跟他很有缘 就跟他有缘 佛就说 阿难啊 明天呢 你脱完活以后呢 就去度这个老母上 你为他说话 佛你都不能度了 我怎么会能度呢 他说错了 我跟他没有缘 你跟他很有缘 你去讲佛法 他会相信 他说真的吗 然后呢 阿难尊者呢 就连去脱窝 脱完以后呢 他就故意走到老母亲 老母亲看到了 哎呀 阿难你好庄严啊 他说 来 圣来 圣来 来 圣来 接受他供养 供养完了以后说 供养他说 那我到你家 为你说话好吗 好好好 你要跟我们家 趕快趕快趕快 那老母亲非常高兴啊 然后呢 护了地毯 然后呢 用了零礼三拜 然后香花就说 阿难尊者 你为我说话 他就这样子 这是什么 缘 可是呢 他也清净恭敬心 阿难为他说话了 当下他就开悟了 所以这支佛经里面 很有名的叫做 佛要慕众生 不能没有缘 未成佛要 枉极善缘 你看 述世交目立佛都没办法度 可是呢 昂然真正确的度 所以注意听 有些众生跟我有缘 可是你公私行好的朋友 不一定会来佛堂听经 他跟你比较有缘 你可以帮助他 了解吗 所以一个菩提心的人呢 要有善缘的人 要帮助他 接下来要把 对善缘的那个好 转过来 对你讨厌的人 你专门说你坏话的人 然后障碍你的人 你要慢慢地对他好 你会感动他 第三个呢 对没有缘的人呢 你要去结善缘 所以在菩萨道里 看这个 就像魂雪球一样 越魂越大 越魂越大 所有无量无缘的众生呢 你都过其过善缘 所以在所有的众生里面 结的善缘罪管是谁呢 大悲观世灵草 还有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他生生世世 道价慈堂救度众生 哪时候你会知道呢 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有神终于看 哎呀原来啊 那些通通都是我的爸爸妈妈 原来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生生世世啊 就是做我最讨厌的那个老板啊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幻生啊 就是魔果的幻世心 那时候你会感动的留言 你才知道 佛菩萨生生世世都没有离开过你 所以平等心很重要 好 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 到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要去思维 有缘的人 我们要对他有平等心 没有 有缘的人 我们要慢慢的对他也有平等心 没有缘的人 我们要跟他解清净的善缘 这是第二首季说 我们要讲的 这个 所以 弃家乡 故弃家乡 佛子行 这里的弃家乡 听好 不是叫你放弃家人 而是斩断你对家人的执着 与留恋 每一个人 一生来 对不对 就像演一场戏 有一天戏会落幕的时候 你还是要放下 多说几句 对不起 继续讲一讲 我的外公和外婆 我的外公和外婆 一辈子都很大 就是潘气文 他们结婚 跑了六十年 白头鞋了 可是我的外婆 在前几年过世了 过世以后 他们很辛苦 出去吃饭也是两个人 然后做生事的两个人 到田里 我们的家乡在新竹乡下 以前我们住过稻田 很冷的天气 两个人穿着雨鞋进去擦腰 结果我的外婆生病以后 我的外公很轻尾盒就走了 他就每天坐在门口 就问外婆 怎么还不回来 他去哪里 我等他等这么久 怎么都不回来 就人家发疯一样 所以老人家一个先走了 其实另外一个也很快就会走 为什么 他放下 砍旧砍太久 所以夫妻之间不要牵太紧 哪一个人先总不知道的 这是真的 师傅讲的这个事实话 你不要 你今天也有一对连友孩 还有一个孩子 十五岁 车祸就过世了 他也很难过啊 哭啊 不是自然 但是你的心中绑得太紧 就像这个茶杯一样 在抓太紧的时候 破掉 这个茶杯也会割到我的手 可是假如我不抓 看这里 放到这里 啪的一声 掉在地板上 碎片也会割到我的脚 所以告诉你 家人是有缘 你可以关心他 照顾他 但不要执着他 你要有智慧 抓得刚刚好 抓恨劲啊 是会破的 有一天呢 夫妻都是土命远 哪一个人先非都不知道 那是你的业子 所以后来我的外公 他就每天坐在那边 真的呢 一年他就坐在那边 真的呢 我的阿姨啊 舅舅啊 我的妈妈都照顾他 可是他同时 奇怪 阿婆长路转弯了 我讲的是客家话 是说 为什么外婆都还不回来 其实我们告诉他 外婆是永远不会回来的 知道吗 所以为了要斩断你对亲人的执着 所以为什么是出家 叫做慈亲割爱 气罚神医 他的目的是斩你心中的执着 各位要听好 我不是叫你现在回去就跟太太离婚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做先生的 做太太要尽你的责任 就像 一生做家人要珍惜 要想到说 我这一生来 一起行胡萨道学 不要珍惜 可是呢 你心里也要有准备 家人要走的时候就走 比如说像我全世界去文法 对不对 我可能随时一通电话来 我妈妈就走了 我妈妈走就走了 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修持回向你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更应该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中国人讲 树欲敬而丰富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淡 不要等到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才想说 我没有孝顺过爸爸妈妈 所以孝顺爸爸妈妈 是无敌 是慈悲心 但是对自己的家人 不要执着 执着就像我刚才比喻茶杯一样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姐妹 買尽 好的 Isa 你 你 中文字幕——YK